我喜欢家里装苹果梨的纸箱 喜欢苹果梨被吃掉后躲在里面捉迷藏 我不喜欢家里新装的电话 不喜欢妈妈总是让我帮她打电话 对面是乖 这个是你 我喜欢我的红色弹珠 是儿童节是爸爸送给我的 但是我不小心把它弄丢了 我不喜欢邻居家的小孩 不喜欢他们抢走我的东西 啊 爷爷过来了 我喜欢下午软软的阳光 照的小麦布装弹珠的玻璃瓶亮晶晶的 啊 是那颗被我弄丢的红色弹珠 我记得那天爷爷对我说了一句话 大样 不像不小心张在都是衣服的 妈妈先给我买的裙子上 但是怎么也洗不掉大草莓果酱 这是我们的命令哦 我喜欢看小熊和小兔的动画片 喜欢奶奶家软软的沙发 爷爷的手很热 还很大 像夏天的火炉 把手拿开 可能是动画片很好看吧 爷爷看得入迷 没有听见我说什么 那天的动画片好像是草莓味的 我喜欢奶奶家 我不喜欢奶奶家 我喜欢奶奶让我在她家看小熊和小兔的动画片 我不喜欢奶奶家爷爷的手 哇 快看啊 小熊压在小兔身上呢 它们在打架吗 小兔做了什么不好的事吗 小兔做错了什么吗 小熊在小兔耳边说了什么 我问了小兔小熊和它说了什么 它说是秘密 然后它从口袋里掏出一块草莓糖 我常说给你吃 是梦啊 原来是梦啊 梦是一个奇怪的东西 我分不清它和真正的东西有什么不同 爸爸经常看僵尸的电影 我看见僵尸从窗户里爬进来 爸爸嘴角还留着血 上下湯下最爱解放下 Nicolas YOUNG 若母 窗外的人们用手指着我们 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啊 僵尸的手 走开 手 不要 我回到床上是妈妈的手 妈妈说 如果你做噩梦了 就念阿弥陀佛 佛祖会来保护你 阿弥陀佛是什么 佛祖又是什么 那颗红色的弹珠 早就找不到了 那颗草莓味的糖 装在口袋里画掉了 黏黏的 好脏 然后我好奇的那个秘密呢 最后怎么样了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好奇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